在河南州口,一段老师赤脚奔跑的视频同样打动了很多网友。 7号早上,河南州口市西华一高考点,考生们正在有序排队进入考场。 体育老师田岳燕也到场给学生加油鼓劲。 突然,他发现一个女生光脚跟着队伍往前走。 田岳燕快步追上了解情况,原来这名考生的凉鞋坏了, 为了不掉队,他索性扔掉了坏鞋,赤脚前行。 田岳燕健壮毫不犹豫脱下自己的凉鞋,让这名考生穿上。 据了解,这名考生不是田岳燕的学生,两人并不认识。 这位考生非常感谢老师的帮助,让他没有影响高考第一场考试。